長眉是一個很堅強的女性 也是一個思想很前衛的女性 在以前來說 她喜歡西方的文化 她就會教和薪講英文 喝咖啡 她對和薪是不適一切 她可以愛她 愛到為了她做任何事都做不適 她不會容許任何一個女人 如果會影響和薪的大業 她也會去阻止她們 你知道這個女人會害死你嗎 就算是這樣 我也不可以放棄讀狗 一定會後悔 都是剛強的 某程度上我的性格 都是一些剛強的女性 亦都有自己想法的女性 我覺得某程度上在這些位置都像 我也挺喜歡的一個女人 她也不只是情情塌塌 要生要死 以一個大局為重 我覺得挺型的一個女性 大家是愛對方的 能不能夠走到那裡 大家很努力想走到那裡 走不到那裡都沒有辦法 真的要逼一個人結婚 那段婚姻也不會快樂 對於我來說 我不會因為我要去結婚 而我去找一個人去結婚 我是要找一個對的人去結婚 是兩件事來的 當一個正確的時間 一個正確的人 當你去到那個時刻 要發生的就會發生 不發生的就會不會發生 最佳女配角 慘了 她一點都不慘 姚子玲 最喜愛TVB女配角 同盟的姚子玲 所有事情都是講一個時機 不是一個人去能夠決定的一件事 就算你今天拿到一個獎項 無論這個獎項是 雷配角 事後 什麼都好 好像一場球 就算你 你美思 你的球技再厲害 你一個人不能夠 一個人入球 但是我一路都相信 就是 其實只要你認真去做 你肯付出 你肯努力 你有用心 其實別人是會看到的 就是 我都會prefer 寧願 有時候別人替你不值 更好 就是別人說你不值 就是不應該這樣 我都是一路陪著一個宗旨 就是我覺得做回自己應該要做的本份 我想我相信最重要的是 我們大家都很真誠 就是我們的性格 都是大家 大家有那句說那句 我們都很直接地去說 這個應該是我們能夠可以維持著這一份友誼的一件事 你要在一個娛樂圈裡找到一個朋友 是難的 但是我相信都是很計較 即是不計較的話 其實大家會走得更加遠 我就是覺得每一個事件就是你要明白 你要去退一步去看一件事 即是好與不好 或者一件事的最後的 outcome 是在乎於你怎樣看這件事 那你以為你失去一個機會嗎 那原來又有第二個機會來 人生不是每一件事都是你能夠去掌控的 其實你越想捉得緊的東西 其實你越捉緊的 有時可能反而你退一步去看一些東西的時候 反而會更加好